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7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淑 新闻一开始来分享好消息 为了疏解礁溪投尘低洼地区水患的问题 县政府争取前瞻计划补助 再加上县府裁员赤资2亿6千多万 新建了沙载港2号抽水站 在今天正式启用 县长林姿庙也清零现场视察运作的状况 而未来新旧抽水站将会同步操作 将可发挥最大的排水效能 来保障地方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县长林姿庙 第一河川局长董志刚 郊西厂长张永德 投尘政党蔡文毅 以及以未来宾的见证下 自知2亿6千多万元的沙载港2号抽水站 正式启用运转 3 2 1 请启动 沙载港2号抽水站正式启用 为了输检部长长期神功位 通过中央线合作 在河川跟郊西交界处 再度新建第二座抽水站 外征的遇到大盐水 新旧两站此运作将有效不满 此事再发生 旧的这一座原本一秒钟就差不多抽10栋 一秒钟10栋 旧的 旧的 我们现在新的也是一秒钟10栋 10栋 新的跟旧的加起来 等于20栋 20栋 20栋 现在 官员你刚才问这个 这些肉粽 主要就是一个消能工 就是说 出水口出去 你如果没有肉粽 他现在 那些刷子就穿在水桌里面 大概是什么呢 头像跟我们这些附近的基民 可以说 以前没有做抽水站 不是常常要喝水 现在这个工人出来后 我们旧的抽水站 跟新的抽水站 等于20栋 所以这样很安全 所以呢 对着我们民众的佩生 生命的秩序 我们要拜祭第一楼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可以说看到我们抽水站 刷工的抽水站 大家的启用典礼 我们非常感谢 防災 减災 无災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宪政推动目标 可以让大家都平安 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郊系玉田自主防災队 也透过演练 展现地方防汛能力 遇到灾情不幸发生 也能将损害 降到最低程度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导